农历春节之前我们要先迎接2014年的到来 说到了2014年最红的应该是谁呢 恐怕一定少不了他就是即将要公开亮相的尼亚小猫熊 除了在元旦升旗典礼当中 会找来尼亚的分身猫熊玩偶同乐 还会跟大家一块唱国歌之外 甚至于接下来的台北灯节 明明是马年旦主角却变成了尼亚灯区 而且非常有创意的是 这尼亚可是藏在变形金刚里头 东帕帕西桥桥圆滚滚的尼亚超级好动 这回他还化身台北灯节西票机 2月7号到2月16号进驻花博园区 没听错这尼亚花灯可不只是像现场展示的这样而已哦 北市府规划一只月两层楼高度的金刚 力头大有玄机 因为尼亚会坐在中间操控整只金刚 时间到了还会出来和大家say hello 看花灯更多了神秘和期待感 只是尼亚和金刚怎么想都不会扯上边 市府创意也太天马行空了 看准尼亚魅力 总统府元旦升旗 也找来尼亚当作代言人 尼亚好忙啊 演出之后呢 又可以跟我们的可爱的玩偶一起同乐 尼亚分身毛茸茸的毛熊布 将和民众一块带动唱 时间就在清晨6点45分 唱唱跳跳身体肯定很暖和 只是北台湾推出超人气 尼亚南部要选什么来PK 往前走 往前往前 赶快高低波海峡 抽奖券抢翻天 原来今年高雄砸重金纪大礼 只要来升旗 平板电脑和电视 通通都有机会带回家 就怕民众只过跨年 忘了早起参加元旦升旗 要吸引民众全台挖心梗 找创意就怕能够吸引人气